小六的体质十分特异,伤口愈合速度比常人快很多。 仅佑留下很多好药,愈山愈髓,归需水晶炼制的流光飞舞,大荒内的珍惜药物应有尽有,小六的伤势恢复得很快。 小六用东西从不吝惜,能把整瓶的万年愈髓倒出来泡手,可他唯独不肯用止痛的药,每日里痛得大呼小叫,上蹿下跳。 香柳刚开始只能眼看着,后来实在被他吵得心烦。 姬朝道,我真是同情给你上行的人,他们给你上师驱逝骨的酷刑,你给他们上摩阴穿脑的酷刑。 小六不满地看他,我真是太后悔,把蛊虫给了轩。 香柳吃笑,你就算养骨,也该养个狠毒的,你养的这股,伤敌就要先伤己。 幸亏你中给了轩,中给他,还能管点用。 你中给我,我是九头之躯,疼死你自己,我也不会有太大反应。 小六觉得和香柳说话就是找气兽,不想在里香柳,一个人举着双手,在林子里跑来跑去,啊啊地惨叫。 香柳实在听不下去,索性侧白雕,躲进了云霄中。 一日日过去,疼痛越来越小,小六的双手渐渐恢复。 凌晨时分,小六正睡得迷糊时,突然感觉到体内阵阵奇怪的波动。 刚开始他还不明白,思索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,这是蛊虫给他的讯息。 小六急急忙忙地起来,冲出屋子,香柳,轩。 我知道。山崖上竟然有十来个面具人,人与坐骑都杀其内运,严阵以待,显然他们已经知道,宣在接近。 而且看他们这个阵势,宣带来的人肯定不会少。 香柳对小六说,宣来是汹汹,我也正好想杀了他,今夜是生死之战。 你找地方多好。因为戴着面具,看不清楚像柳的表情,只有一双眼睛犹如冰雪凝成,冷漠的没有一丝温度。 小六不敢废话,四处看了看,钻到树林里,躲在一方岩石下。 没过多久,小六看到宣帅领一群人,浩浩荡荡荡而来。 三十多只各种各样的坐骑,张开了翅膀,扑满了天空。 小六仰着头,震惊地看着,宣究竟是什么人? 竟然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。 高空中,激战起来。 和香柳相比,从人数而言,显然宣占有绝对的优势。 但香柳的手下,日日在死亡的阴影下生存,他们有鲜血积累的默契,更有不惜一切的彪悍,两边竟然打了个旗鼓相当。 怦然巨响,金色的火球击中了一个人,连着坐骑都化为灰烬。 没过一会儿,另一个人被巨大的兵箭砍成了两半,他的坐骑悲伤得奸命。 两个人驾驭着坐骑从树梢上呼啸而过,边打边腾上了高空。 小六看不清楚是谁,只听见凄厉的呼啸。 一个东西从高空落下,摔在石头上,裂成了几半。 小六拿起,是染血的面具。 小六再躲不下去,他冲出去,飞快地爬上了最高的树。 天空中战火弥漫,光芒变幻,黑烟阵阵,向柳的身影却并不难寻觅。 他白衣长发,戴着银白的面具,驱侧得又是白雕,如一片雪花,在九天中回旋飞舞,每一次看似美丽的舞动,却都是冰冷无情的杀戮。 四个人占据了四脚,围攻向他,其中一个是轩,另外三个都是灵力一等一的高手。 香柳拳是以命搏命的打法,只进攻不防守。 他使用的兵器是一弯如月牙一般的弯刀,晶莹剔透,犹如冰霜凝成,随着他的身影的飘动,弯刀带出白色的光芒,就好似漫天双花在飞舞。 香柳不顾身后,急速向前,一道刺目的白光闪过,一个人头飞起,落下,香柳背上被冰刃刺穿,溅了血。 冰刃铺天盖地地卷向他,香柳完全不躲,驱侧白雕,迎着冰刃上前,挥手劈下,金刀弯弯,回旋而过,双花飞舞,一个人连着座骑被绞碎,可香柳也受了伤,从唇角流下了血。 四面八方都飞舞着叶子,形成了一个木陵杀阵,香柳根本不耐烦破阵,直接向着射阵人冲去,拼着灵力受创,斩杀了他。 终于可以一对一,向柳追逼向轩,但他已经有伤,灵力消耗了大半,轩却毫发无伤,灵力充沛。 轩左手木陵长颠,右手精灵短剑,竟然能驱侧两种灵力,边如蛇,卷向向柳。 剑如虎,张着血盆大口,伺机而动。 小六大叫,香柳,左手。 小六把左手用力砸到树干上,钻心地疼痛,宣的招式偏移了一下。 右手。 小六用力把右手砸到树干上,宣的兵器差点掉落。 香柳百忙之中,竟然大笑起来。 轩却眼中闪过狠利,长边飞舞,激向小六。 小六一缩脑袋顺着树干滑下,幸亏林木茂密,坐骑无法进入,宣不能来追击他。 香柳下令,左腿,右手。 小六心里咒骂,却不得不狠着心,一边用带刺的木棍朝着左腿狠狠打下去,一边用右手去撞击一个凸起的石头。 香柳凌厉暴涨,甩出弯刀,封住轩的退路,身子如大鹏般飞起,扑向轩,显然想一举击杀了轩。 轩琴急之间,滚下坐骑。 在香柳的前后夹击下,坐骑碎成血末,却救了他一命。 宣从高空坠落,重重砸在树上,把一棵大树都砸倒。 他受了重伤,身上都是血,却不敢停下,立即纵越而起,一边亮亮呛呛地跑着,一边高声呼喊,召唤着侍从。 山林中,树木茂密,坐骑不可能飞进来,向柳驱侧白雕掠过树林上空的一瞬,飞跃而下,落入林中,追沙轩。 小六游游猿猴一般,从一棵树飞跃到另一棵树,不慌不忙地也追了过去。 忽然间,他眼角的余光扫过一条白色的东西,好似动物的尾巴,小六的大脑还未反应过来,身子却停住了。 他飞跃过去,捡起了挂在树枝上的白色东西,是一节毛茸茸的白色狐狸尾巴。 小六整个人都吃了,唇角如月牙一般,弯弯翘起,在欢笑,眼中却有泪花闪闪,悲伤地要坠落。 突然之间,他脸色大变,风味一样去追向柳和轩。 轩在飞奔,向柳犹如鬼魅一般,从藤蔓间闪出,手画成了利爪, 犹如五指剑,快若闪电的刺向轩。 轩转身回挡,墨林长边碎裂成粉末,却丝毫为阻挡住五指剑。 香柳的腰瞳射出红光,轩的身体像被扇鸾挤压住,一动不能动, 再没有办法闪避,他却不愿闭眼,如果要死,他要看清楚自己是怎么死的。 一道身影,犹如流星一般,扑入轩怀里,替他挡住了香柳的雷霆一击。 啊,小六惨叫。 轩感同身受,剧痛钻心,可他毕竟只是痛,并不会受伤。 轩震惊地看着小六,不明白小六为什么要舍身救他。 小六用力推开他,快逃。 香柳却不肯让轩逃脱,再次击杀。 小六转身,不惜再次受伤,仅仅抱住了香柳已经幻化成利爪的手,阻止他击杀轩。 轩的侍从感到,扶着轩快速逃离。 轩边跑边回头,迷惘地看向小六。 香柳眼见着大功告成,却被小六毁了,不禁大怒,一脚踢在了小柳的腿上。 小六软软地倒下,却还是用尽全部力量,死命地抱住香柳的脚。 轩被侍从带上坐骑,在云霄中击齿。 他靠在侍从身上,紧紧地咬着唇,忍着疼痛。 胸腹肩在痛,胳膊上在痛,全身上下都在剧烈地痛,好像整个人都要分崩离析。 可他知道自己不会分崩离析,因为这些疼痛不属于他,而是小六的。 轩茫然地看着翻滚的云海,为什么,究竟是为什么。 小六先是要帮向柳杀他,可最后关头,却不惜一死也要救他。 他下令对小六动用了酷刑,小六恨他,想杀他才正常,为什么会救他。 香柳的愤怒如怒海一般,翻滚着要吞噬一切。 小六知道香柳要杀了他,可是他竟然没有一丝害怕的感觉。 心红的鲜血,让他看见了火红的凤凰花。 在凤凰树下,有一个娘为他搭建的鞦韆架,他站在鞦韆架上,迎着速速而落的凤凰花瓣高高飞起,欢笑声洒满天地。 哥哥站在凤凰树下,仰头笑看着他,等他落下时,再用力把他送出去。 鞦韆架飞起,落下,飞起,落下。 香柳的利爪抓向小六的脖子,小六却睁着大大的眼睛,再冲着他甜甜地笑,犹如春风中徐徐绽绽放的花。 纤细的脖梗就在他手中,只需轻轻一捏,麻烦就会消失。 小六微笑着轻声叹息,好似无限心满意足,头重重垂落,眼睛缓缓地合上。 香柳猛地收回了手,提起了小六,带他离开。 小六睁开眼睛时,在一个山洞中,整个人静在一个小池子内。 池子中有欲山欲水,龟须水晶,汤谷水,扶桑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如果是别人,在重伤下,被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,不分药性,不便分量地乱泡着,估计本来不死也要死。 可小六体质特异,乱七八糟的东西反而对身体有益。 估计里面也有止痛的灵药,所以小六只觉得身子发软,并不觉得疼痛。 距离池子不远处,香柳盘腿坐在一方水域榻上,眉间的力气急剧如山巒,似乎随时都会倾倒。 小六不敢动,更没胆子说话,悄悄闭上眼睛。 为什么要救他? 香柳的声音冰冷,有压抑的怒气。 小六心念电传,一刻不敢犹豫,清晰地说,因为我知道他是谁了。 香柳的眉头微冻了下。 小六说,前几日我就在纳闷,你这段日子怎么这么闲,竟然能日日看着我。 后来我才明白,你不是照看我,而是在等轩。 紧让我藏在山中,是因为知道你们和轩原斗了几百年,轩原都没有办法追踪到你们。 只要你愿意,轩根本不可能找到我。 可是,你已经猜到他的身份,又知道他肯定不会放过我。 所以,你用我设立一个陷阱,目的就是杀了他。 我用你做陷阱,那又如何? 本来是不如何,反正他想杀了我。 可是,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专虚,是轩原的王子,轩原皇帝的嫡长孙。 如果我帮你杀了他,皇帝必侵天下之力复仇,我此生此事永不得安宁。 大荒之内,再无我容身之处。 香柳睁开了眼睛,盯着小六,我曾以为你有几分胆色。 小六说,对不起,让你失望了。 你敢与皇帝作对,可我不敢。 帝王之怒,血流千里。 我承受不起,你怎么发现了轩的身份? 你去追杀他时,他的一个侍从仓皇间,叫漏了嘴,说什么快就专王子,虽然有点含糊,可让你不惜重伤,也非杀不可的人在大荒内应该不多,稍微想想,自然就知道了。 香柳站起来,直接走进了水池里,手掐着小六的脖子,把他的头重重磕在池壁上,你也知道我不惜重伤想杀他。 小六无力反抗,索性已退为尽,我坏了你的大事,你若想杀我就杀吧。 他温馴地闭上了眼睛,露出一截白皙的脖子。 香柳冷笑,杀了你,太便宜你了。 他扶下了头,狠狠地咬在小六的脖子上,用力吸吮着鲜血,以此宣泄着心中的杀意。 小六头向后仰,搭在池子边沿上,庆幸他对香柳还有用。 香柳是九头之躯,体质特异,很难找到适合他的疗伤药,但体质特异的小六恰恰是他最好的灵药。 躺在踏上养伤的轩,突然坐了起来,伸手摸着自己的脖子。 他还活着,刚开始是剧烈的疼痛,就好似利齿刺入肉中,可是渐渐地,疼痛的感觉变得怪异起来,疼痛中夹杂着丝丝酥码,痛中有微微的快感,就好似有人在瞬息舔时亲吻。 宣觉得有些口干舌燥,突然间十分生气。 那么重的伤,那小子发疯了吗?究竟在干什么? 香柳抬起头,盯着小六,唇角染血,眸色变身,微微地喘息着。 小六一直是一副任君踩鞋的无赖样子,突然间,他色缩了,身子往下滑了滑,双手下意识地想挡在胸前,可又立即控制住了自己的异样,依旧大大咧咧地坐着。 香柳的手从他的脖梗,慢慢地下滑,手指头抚摸,玩弄了一会儿他的锁骨,又往下抚摸。 小六猛地抓住了他的手,嬉笑着说,我是个男人,就算你好男风,也该找个俊俏的。 你是男人?香柳还沾染着血痕的唇角,微微上挑,似笑似嘲,你如果是男人,是如何把哭哭勾搭出来的? 小六困惑地眨眨眼睛,笑说,我不相信你不能变换声音和形体,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。 野兽的直觉如果那么管用,你的毛球不会被我要倒,天下不会有种东西叫陷阱,猎人早就不用打猎了。 你究竟用的什么唤醒?你灵力低微,却无计可查,就好像这是你的真实身体。 小六不满地说,这本来就是我的真实身体。 香柳盯着他,双眸漆黑如墨。 小六的心狂跳,猛地摔开了香柳的手,闭上眼睛,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摸吧,摸吧,摸完了别再乱怀疑我是女人就行。 香柳盯了他一会儿,我对你的这句假身体没兴趣。 他放开小六,转身离开了池子,躺到榻上,开始疗伤。 小六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缓缓落下,本来就有重伤,又被香柳吸了血,小六觉得脑袋昏沉沉的,重于千斤,养身躺在水面上,也开始疗伤。 一日后,锦找到了附近。 香柳身上还有伤,以他多疑的性子,自然不愿和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人碰面。 他在锦发现他们藏身的山洞前,悄然离开,留下了不能动的小六。 锦进来时,看到小六飘在水面上,脸色煞白,浑身湿伤,地幕沉沉而睡。 锦探了探探的麦希,立即抱起他,快步走出山洞,召唤作奇。 十几日后,小六行转,发现自己在一个很雅致的屋子里。 明珠高挂,娇嚣低垂,外面正是酷下,室内却很是凉爽。 从大开的窗户可以看到,庭院内开满鲜花,茉莉,素心,剑蓝,设香藤,朱锦,玉柜,红椒,都婆,占卜,屋檐下,挂着一排风铃。 是用中年积雪的极北之地的冰晶所作,赤红色,竹青色,紫电蓝色,月下和白色,配合着冰晶的色彩,雕刻成各种花朵的形状。 微风吹过,带起冰晶上的寒气,四散而开,让整个庭院都凉爽如春。 小六披衣起来,走到廊下,紧从花圃中站起,定定地看着她。 明媚安懒的阳光,勃勃生机的鲜花,还有一位君子,如金如锡,如归如璧,一切都赏心悦目,令人欢喜。 小六走到井面前,微笑着轻叹,我孤着比金雷,唯已不永怀。 我孤着比四公,唯已不永伤。 从死到生,让我姑且放纵一下吧,那些悲伤的事情就不想了。 锦伸手,轻抚过她的脸颊,似乎确认着她真的如初了。 小六微微侧头,感受着她掌尖的温暖,紧抱住了小六,温柔却用力地把她揽在怀中。 小六闭上了眼睛,头轻轻地靠在锦的肩头。 这一刻,她们是十七,小六,叮叮咚咚,背盘坠地的声音。 小六抬起头,看见静雁呆滞地站在廊下,眼神中满是惊骇。 小六体内的恶趣味熊熊燃烧,她维持着刚才的姿势,闭上眼睛, 装作什么都没听到,什么都没看到,等着看静的反应。 静却让小六失望了,她异常镇定,好似什么都没听到, 什么都不知道,依旧安静地揽着小六。 有一种任凭天下凌落成泥,她自窥然不动的气势。 静夜轻衣连步,走了过来,是六公子的伤势又加重了吗? 让奴婢搀扶吧。 小六扑斥一声笑出来,这也是个秒人。 她正脱紧的手,退后了几步,笑看着静夜。 静夜对她行礼,公子相救之恩,无以为报,请先受奴婢一礼。 小六微笑着避开,你家公子也救了我,大家谁都不欠谁。 小六对紧抱抱拳,老莫他们还等着我,我回去了。 小六转身就走,紧伸出手,却又缓缓地收了回去,只是望着小六的背影消失在回廊下。 小六看上去好了,其实身体依旧使不上力。 稍微干点活就累,可她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赚钱了,一家子都要吃饭,所以她也不能休息,回春堂依旧打开门做生意。 桑田跟在小六身边,小六动嘴,她动手,两人配合着,看病抓药,竟然像模像样,有条不紊。 有时候受了外伤的病人来求医,桑田不怕血,也不怕恶心,在小六的指点下,清理伤口,包扎伤口,做得比小六还细致,病人离开时,不住嘴地道谢。 小六赞道,你做饭,不是盐多就是盐少,你洗衣,本来能穿五年的,变成了两年,你整理屋子,凌乱不过是从显眼处藏到了不显眼处,可你察言观色,伺候人倒是很有天赋。 桑田苦笑,六哥,你这是夸我吗? 小六说,看病不就是要察言观色吗?照顾病人不就是伺候人吗? 我看你能学医术。桑田猛地抬起头,直愣愣地瞪着小六。 小六慢悠悠地说,麻子和串子跟了我二十多年了,可终究不是吃这行饭讹人。 我看你不错,你如果愿意,就好好学吧。 多得不求,把我支不运的本事学去,你和串子这辈子走到哪里,都饿不死。 六哥愿意教我,为什么不愿意? 你能干活了,我就可以夺懒了。 桑田跪下,连着磕了三个头,哽咽着说,谢谢六哥成全,过去的一切总是。 如影随形地跟着他,纵然串子对他百般疼爱,可是已经看惯世事无常, 人心善变的他,根本不敢把一切压在一个男人身上。 他与串子的生活,卡四是他虚情假意,串子真心实意,好似他在上,串子在下,实际上是他匍匐在陷落的流沙中,在卑微地祈求。 春桃可以和麻子理智气壮地吵架,可以住在娘家让麻子滚,他却总在矛盾爆发前,小心翼翼地化解,他和串子压根没红过脸。 看惯了风月的他,何尝不知道,丈夫不是恩客,不可能日日都逆逆调游,这种不对等之称的甜蜜恩爱是非常虚幻的。 但他竟然一身,根本无所平衣,千回百转的心思无人可以诉说,只能笑下藏着绝望,假装勇敢地走着。 可是,他没想到,有一个人能懂,能怜惜,谢谢成全,让他能理直气壮,平等地去过日子,去守护他们的家。 小六温和地说,好好孝顺老木,若你们死时,他活着,让你们的儿子也好好孝顺他。 桑田困惑不解地看着小六,小六微笑,桑田心中意识到了些什么,重重点了下头, 你放心,我会照顾好老木和串子。 轩走进一堂,坐到小六对面,在交代后世脱孤。 小六借着去端水杯,低下了头,眼去眼内的波澜起伏,微笑着对桑田吩咐,去要填帮串子干活。 桑田看了一眼轩,默默地退了出去。 小六又慢条斯理地喝了几口水,这才抬头看轩,大驾光临,有何贵干。 轩沉默了半晌才问,为什么救我? 小六笑嘻嘻地说,你死了,你体内的骨也要死,我养那股不容易,不想让它死。 轩看着他,小六一脸坦然。 小六给他倒了杯水,商量着说,我虽抓了阿念,可并未真正伤害他,只是戏弄了一番。 你手下人伤了我,我也没让你好过。 香柳虽然用我做了陷阱,但我也救了你。 我们就算一报还一报,能否扯平? 轩问,什么时候给我解除骨? 小六思索了一会儿说,等你离开清水镇时。 轩的手指倾扣着几岸,为什么不能现在解除? 你是心怀高远的人,应该很快就会离开清水镇,等你离开时,我必会解开骨。 这骨并无害处,唯一的作用不过是我痛你也痛,只要你不伤我,你自然不会痛,我不过求个安心。 好,轩起身离开,走到门口时,突然又回头,有空时,可以去酒铺子找我喝酒。 小六拱手道谢,好的,轩扬眉而笑,住一些身子,有伤识,尽一下狱吧。 小六茫然不解,他几时开过狱,轩摸了下自己的脖子,笑着离去了。 小六依旧不解地眨巴着眼睛,一会儿后,他抿着唇角,悄悄地笑起来,真的可以去找你喝酒吗? 内心有声音在反对,可又有声音说,他很快就会离开,现在不喝以后,就没机会了。 冬天到时,小六的伤完全好了。 这几个月,因为身体很容易累,小六整日待在屋子里,正好有大把时间教桑田。 桑田十分认真的学医,每日的生活忙忙碌碌,他和串子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。 桑田嫁给串子后,很忌讳和以前有关系的东西,刻意地回避,可现在,偶尔他会无意识地,边无意识地,边研磨药草,边哼唱着以前学会的歌谣。 以前,桑田总是什么都顺着串子,可现在有时候,串子干活慢了,他也会大声催促,桑田越来越像是回春堂的女主人。 小六笑眉眉地看着桑田艰辛有努力地去抓取一点点微薄的幸福,就如看着种子在严寒荒芜的土地上努力发芽土蕊,生命的坚韧让旁观者都会感受到力量。 傍晚,飘起了小雪。 这是今年天的第一场雪,老木躺了热酒,吆喝着小六和串子陪他喝酒。 小六想起了另一个人的喝酒邀约,望着雪花发呆。 桑田提着灯笼从外边进来,一边剁脚上的雪,一边把灯笼递给了串子。 串子正要吹灭灯笼,小六突然拿了过去,也不带遮雪的弱力,提着灯笼就出了屋子。 老木叫,你不喝酒了。 小六头未回,只是挥了挥手。 冒着小雪,走过长街,小六到了酒铺子前, 突然又犹豫了。 提着灯笼,在门前静静站了一会儿,小六转身往回走。 既然来了,为什么不进来坐一下呢? 萱站在门口,看着小六的背影。 小六慢慢地回身,笑着说, 我看没有灯光,以为你们不在家。 萱只是一笑,并不打算戳破小六的谎言。 小六随在萱的身后,穿过前膛,进了后面的院子。 也不知道,萱从哪里移了一株梅树,此时正在土蕊, 暗箱隐瞒整个庭院。 萱看小六打量梅树,说道, 阿念要看,再给他看着玩的。 小六说,你可真疼妹子。 当年只是打去的话, 现如今说起来,却是百般滋味。 两人坐在暖榻上,宣摆了五六碟小菜, 点了红泥小火炉,在炉子上煮起了酒。 门和窗都大开着,雪花,梅花都尽收眼底,倒是别有情趣。 两人都不说话,只是沉默地喝酒。 一个是戒心未消,懒得敷衍, 一个却是忍着心酸,无语可言。 这是酒铺子,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酒。 酒像水一般灌下去, 小六渐渐地有了几分醉意。 笑问,阿念怎么会允许我在这里坐着喝酒? 轩狡狭地笑,他酒量非常浅,一杯就到, 现在估计正在做美梦。 小六说,我看你们是神族, 又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, 为什么要跑到清水镇来受罪呢? 轩道,我以为你知道原因。 杀相柳吗? 小六摇摇头,你们这样的人杀人, 根本无需自己动手。 轩微笑不语,小六端着酒杯, 和他碰了一下, 说说呗。 真正的原因说出来,也许没有人相信。 我相信? 那,好吧,告诉你。 我的酿酒技艺是和师父学的, 有一次,师父难得地喝醉了,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年少时的故事。 他说那时他还不是家族的族长, 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去大荒游历, 在一个小镇子上打铁为生, 家常里短地生活着。 有一日,一个少年找他打铁, 哄着他干活, 承诺的美酒却原来是醉裂的酒, 从此他就结识了一生中唯一的朋友。 我牢牢记住了这个故事, 小时候常常想着, 将来我也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, 也许我也能碰到一个清新香蕉的朋友。 宣讲完,看着小六, 你相信我的话吗? 相信。 为什么? 不觉得这理由很荒谬吗? 我能感觉到你说的是实话。 宣叹息,可我并不是师父, 我虽然在卖酒, 却并未真正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 小六笑着安慰, 各有各的际遇, 你也见识了很多。 宣自嘲的笑, 是啊, 师父可没被人种下骨。 小六撑着头笑, 那你得谢谢我。 宣问, 为什么救我? 小六端着酒碗, 不满地说, 我还没醉呢。 套话也太早了。 宣笑着说, 那我等你醉了, 再问吧。 小六摇摇手指, 不可能。 为什么不可能? 小六连喝了三杯酒, 因为我要睡了。 趴在岸上, 沉沉地睡了过去。 宣摇摇他, 你酒量倒不错。 去关了门窗, 觉得头重脚轻, 索性也连着喝了几杯酒, 躺在榻上睡了过去。 半夜里, 醒来时, 小六已走, 只剩榻上的冷菜残酒, 宣哑然而笑。 隔了几日, 宣去年酿的梅花酒, 可以喝了。 宣白日里卖完酒, 晚上忽然动了兴致, 提着两坛酒去看小六。 小六见识他, 愣了一下后, 请他进去。 小六家里, 可没什么像样的酒具, 都是用碗喝。 小六拿了两个碗, 把他平常吃的压脖子, 鸡爪子弄了些, 就算有了下酒菜。 两人依旧是沉默地喝酒, 一坛子酒喝完, 两人略微有了点醉意。 宣问, 你怎么会在清水镇? 四处流浪, 走着走着就到了这里, 觉得还算喜欢, 就住下了。 你和酒命像流, 很熟。 小六拖着头, 思索了一会儿说, 这种问题不适合喝酒的时候回答。 那再喝几碗回答。 宣给小六倒了一大碗酒, 小六喝下后, 说道, 我怕他, 但不讨厌他。 我和他不是敌人, 但也肯定不是朋友。 宣道, 可惜他太精明, 否则我还真想和他平平常常地喝一次酒。 小六问, 你和阿念只是兄妹之情。 宣亲生地笑, 这种问题倒是很合适喝酒的时候回答。 小六给他倒了一大碗, 宣灌下去后, 却正正地, 半嗓都不说话。 小六又给他倒了一大碗, 宣一口气喝完, 掏出一个贴身带着的浴香囊。 打开香囊, 拽出了一小团毛茸茸的东西, 像洁白的雪球。 它抖了抖, 那毛球变大, 成了一节白色的狐狸尾巴, 这是我妹妹的宝贝, 我们临别时, 她送给我, 说只是暂时借给我完, 这个, 暂时已经三百多年了。 宣亲俯着白狐狸尾, 妹妹是我姑姑和师父的女儿, 我答应过姑姑会照顾妹妹, 但我失信了。 妹妹在很小时, 失踪了, 他们都说她死了, 但我总抱着万亿的希望, 七季她还活着, 等着她回来, 要回狐狸尾巴。 阿念也是师父的女儿, 宠爱她, 就像是宠爱妹妹。 小六好似不胜九粒, 以手扶额, 举起酒碗喝酒时, 悄悄地映去了眼角的失忆。 宣把狐狸尾巴团成了小球, 塞回浴箱囊里, 贴身收好。 她倒满了酒, 和小六碰了一下碗, 一饮而尽。 两坛酒喝完, 两人都醉倒睡了过去。 半夜里, 小六醒来时, 宣已经走了。 小六在睡不着, 睁着眼睛, 发呆到天亮。 整个冬季, 小六和宣隔三差五, 就会一起喝酒。 刚开始, 两人聊天时, 还常常言不及意, 可日子长了, 宣半真半假地把小六看作了朋友, 甚至向小六认真的请教用读。 小六对宣十分坦诚, 比如说讲解毒药, 几乎知无不言, 言无不尽, 各种下毒的技巧都和她详细地道来, 各种简单有效的避毒方法也仔细说清楚。 有时候, 小六还会认真地提醒她, 香柳想杀你, 虽然她不可能派兵进入清水镇, 但神龙一军毕竟在这里盘踞几百年了, 你还是趁早离开吧。 宣觉得他们是能推心致富的朋友, 可真当宣想进一步, 小六却会笑着装傻充愣, 两人好像只是酒肉朋友, 醉食, 谈笑, 醒食, 末路。